8月10号潮流主持人李晨内克与唱流天王潘伟博先生上海 被两人共同创办的潮流店铺NPC新店举行切募及签售活动 身着自家长牌亮相的两人不光是外表新潮流行 这经营的创意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 表面看是零售店的NPC Lab实际上更是一家潮流实验室 只要有创业在这里想干啥都可以 这边可以真的是做一个这种freestyle的battle的节目 也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千人卡拉OK 你只要进来你觉得你唱得好 你就可以进来唱个歌 然后也可以做广场舞 就是任何的年轻人喜欢的内容 我觉得都可以在这边产生 有美国说我们明年7月6号 我订了那个煤菜能资分之中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很叹克 因为大家都做媒体都知道 其实订这个场地还真的蛮贵的 然后订下来之后也不知道内容 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做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有点像当年我们开了一年 说做不做 好做那就做了 然后后来他补了一句 说实在不行我就开个人演唱会 重点是我们这一批都是喜欢音乐 喜欢潮流的 都可以聚集在这个盛演上面 作为相识十几年的老朋友 二位这交情是铁道没话说 这不前两天潘帅还特地邀请李晨 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同台合唱 难得压轴登场的李晨之言倍感荣性 而潘帅也对陈哥的演唱赞不绝口 因为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能够压轴出场 但是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主持人是压轴出场 所以很开心那天 对反正就热闹就好了 好唱得真好 我要把金项链给你 是吗 唱得真好 可以过关吗 过过过过 一定是前三强 所以你会站到那个门后面等我是吧 当然 诚哥就特别的紧张 因为他第一次唱的那歌 然后可是我在旁边彩排的时候听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 跟真的跟真的 就是歌手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要在这个路上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特别好 好 你现在想在哪里 我还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 最近潘帅在节目中 常常把紫棋说得对挂在嘴边 这口头禅把观众萌到不行 李晨就爆料 私下李潘伟博也会像个复读金一样 对对对的说个不停呢 很精简的一个人 对你说得对 他其实 我觉得其实我跟我有时候聊天 经常会感受得到 他其实对于所有的人都还是非常尊重 比如说我们平时聊天 他就会一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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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像复读金一样 对所以就是 他其实在那个节目里面 因为我也有看嘛 真的确实是还蛮有他自己的一套 自己的风格跟逻辑的 嗯 李晨说得对 优优独播剧场—— Ja 谢谢大家